今天受朋友邀约 我们来看对你最漂亮的苏寺别院 我还带了一块宝贝 一会儿看上去 我看能不能给它换一套房子 念姐 终于等到你的到来了 跟您做一下介绍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售楼库了 我们是叫五宫楼 它是一个三百多年的一个棺材了 因为它是传统的东方的综帽结构 我们在安徽那边先把它组装拆了以后 运到瑞丽这边来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它组装起来 对啊 大工程啊 这个是一个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一个建筑文化了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中堂 就相当于古时候家里面的衣食厅的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讲究旅系的地方 它是彰显了这一户大户人家的一个实力 以及它的一个文化底蕴 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是在建筑上非常讲究风水的一个地方 叫思水归塘 它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玉玉 叫四面八方来财 四季财源滚滚的一些好的玉玉 现在到了位置的话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纯正的苏式园林 它讲究的是小小流水 亭台楼阁 相互搭配使用的 有点大理的那种民宿的感觉 念姐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定制级的产品 针对咱们现在瑞丽市面上做翡翠做红木的客户比较多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中庭花园 比如说像咱们做翡翠的对吧 就可以把你的高端客户约到你这个中庭里面进行一个洽谈 这个阴帽间舒服 我这个人反而还不太喜欢特别大的房子 就感觉比较空 就一个人住吧 跟第二次的话就是比较适合咱们的一些高品质的客户 约到这个地方来洽谈 那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进步的设计 比较适合有那个珍贵藏品 高价值的藏品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展示 进行一个收藏 我真的觉得挺喜欢的 尤其是刚才看了就是为翡翠所定制的那套布行 我觉得很棒 就是咱们的东方树嘛 对 就是比较定制的产品 是的 也比较适合展示咱们像翡翠 它有一些高货 那些高货的话 可能要出几百件甚至上万件才能出这样的一件高货 对吧 它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你们的设计是非常棒的 也结合了我们这些翡翠人的一些需求 刚才你说你们老主也是我的粉丝吗 对 还是我们重庆的 你是老乡吗 那回头我们可以见一下 因为前两天真的是太忙了 然后一直也没有过来 做生意人肯定是以生意为主嘛 就赚到更多的钱才有能力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 那这边的价位呢 风光树可能就在一万六均价的吧 嗯 那其实还好 就是反正不过天 怎么招是几百万 那你看看我这块石头值多少 哈哈哈 来给你欣赏一下 好的 可能翡翠的话我这边的话不太了解 可能你们基本上 你不用看上那个 你只看好不好看 这个 像什么 真的漂亮 绿色的啤酒瓶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 那就是帝王绿呢 帝王绿是吧 没得下来 我可以给你称了 我现在那个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上 继续播剧场上 一期以上 那个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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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